这位朋友有问题要请教花哥 他说请问一下花哥 我家的金菊树上面长了两寸长灰柏相间的小虫子 它们吃叶子非常厉害 它有一个金菊树几年前就被吃到现在都还缓不过来 也长不出金菊来 它想知道说这种虫长大了以后 到底是蝴蝶还是鹅子怎么放生呢 它也不忍心把它杀死 所以它怎么样把它带走 然后放掉是放到外面的树上还是放到哪里去 我们赶快请出花哥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花哥你好 李娅好各位听众好 它这个虫是什么虫啊 因为我看到照片真的是 这个虫基本上我们从台湾来会叫它毛毛虫 毛毛虫 蝴蝶 那其实有时候有些这是鹅 有些鹅类也会也是经过这个鹅类的幼虫 也是像这个毛毛虫一样的这种幼虫 然后基本上他们就是会来找植物的叶子吃 很多人种番茄 哎呦长绿绿的毛虫 把番茄还没有长大 就是叶子金都被毛虫啃掉都很生气 那这位朋友讲他的金菊 他看到这种毛虫 大概这个看了两三年 那真的是我们人要吃金菊吗 那毛虫是要吃这个叶子吗 那当然我们就不希望他把我们的叶子吃光光 这金菊就树就会长不好嘛 那当然比较很新的人就拿个剪刀把它剪掉 那当然很多朋友也不愿意杀生 也觉得如果将来变成蝴蝶也很好看 那你就好心一点 你就把它用夹子把它夹掉 那拿到例如说公园里面很多树的地方去晃 那说放到什么树上我想说这让毛毛虫自己去找吧 没有错有些毛虫它特别需要什么树的叶子 那但是我们如果说你不杀生 你把它抓起来 拿到公园拿到山坡上 有很多植物的地方把它放生 那也是做好事了 那我想这位朋友 你一定要看到毛虫时就把它抓着 不然你的金菊树就被它吃光光了嘛 所以这是一定我们种果树 种番茄 种植物 种蔬菜 看到毛虫一定要想办法把它除掉或者把它移走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就是想把它除掉的应该怎么除掉呢 对 我如果真的比较狠心而比较快的话 拿把剪刀就是很对不起 就把它从中间把它剪一刀 它就是挂掉了 这比较狠心的 那有的还拿去抓去喂鸡 养鸡的话 也喜欢吃毛虫 所以是除掉就是这样 那如果说心肠比较好 希望说不要杀生的话 那就用剪刀用夹子 用夹子 筷子都可以把它夹起来 装到小瓶子里面 然后把它放了 对 那其实家里有小朋友也可以把它夹起来 放在一个玻璃瓶里面 那你放些叶子 让它继续长大 可以让小朋友观察这个毛虫长大 然后变成蝴蝶 变成蝴蝶 所以这也是不错的教育经验 就是一个使劲吃东西的毛毛虫 好